民间故事 真假嫌疑犯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1993年的冬天 祖国的北疆已是冰天雪地 司马农总工程师研制的高科技产品已进入攻坚阶段 这时候 在国外学习的妻子梅敬亚突然发回了一封电报 说他要在春节前回国 与司马农共度一个团聚的春节 梅敬亚出国三年 司马农无时不再牵挂他 他要回国 司马农一定要去机场接他 但遗憾的是 电报却未表明具体到达的时间 司马农正在犯愁 第二封电报又送到他手中 这封电报上写明 到达时间是大约二十 司马农高兴地满面生辉 请示领导后 亲自开车去机场接梅敬亚 新落成的科技城机场富丽堂皇 司马农赶到时 梅敬亚已在候机厅门口等候 敬亚 司马农激动地叫着跑到梅敬亚跟前 但梅敬亚却痴痴地望着司马农不说话 司马农提高了嗓音 敬亚 我是司马农 司马农 梅敬亚这才兴奋地扑向司马农 抱住他又啃又咬 司马农很感动 扶着梅敬亚的腰钻进小车 司马 我来开车 梅敬亚说着 熟练地操起方向盘 司马农愣愣地望着他 不无感慨地想 真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 梅敬亚也学会了开车 小车穿草原 月戈壁 晚上九点钟回到家 屋内室中的热气和茉莉花的芳香 使梅敬亚如同一只快活的小鸟 他扑向司马农 勾住他的脖梗 司马 你看 我给你带回什么礼物 司马农看见梅敬亚手里捧着一条纯金项链 足有三十克重的项链上 有颗做工精细的机心项坠 项坠里相有梅敬亚的头像 头像上的眼睛一睁一闭 还在活动呢 他还没见过这么精致的项坠 刚耍问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梅敬亚八把项链挂在他的脖梗上 项链送给你 戴上他你会不知疲倦的工作 因为 向上就有我的身影 司马农正要谢过梅敬亚 公寓的门铃突然响了 司马农打开门 见是助手连群 未等司马农开口 连群就说 司马总 试验出了点问题 您去看看吧 什么 司马农惊叫一声 顾不上给梅敬亚打招呼 就和连群匆匆的向试验厂赶去 试验厂在科技城的心脏部位 是把一座大山凿空建成的 厂门口是有三道港照 司马农让门为验过证件后来到现场 工程技术人员早就在那里等候他 司马农把试验情况看过一遍 没发现问题 就让工程技术人员暂时休息 自己去资料室翻阅图纸 问题终于从图纸上找出来 司马农修改完毕后 看看万上的手表 时针移植向凌晨四点 他想回家休息一阵 天亮后再组织试验 但他回到家里 梅敬亚还在苦苦地等着他 司马农见梅敬亚脸上有不悦之色 就把情况做了说明 梅敬亚转怒为喜 夫妻两双双进入梦乡 司马农睡醒一觉 已经天亮 在看身边的梅敬亚 却已人去床空 司马农以为梅敬亚早起拜访久别的朋友 也没在意 但一直到天黑 还不见梅敬亚回家 司马农这才有点惊慌 他会同连群等人分头寻找也毫无结果 司马农感到问题复杂 不得不向科技城公安局报了案 公安局行政科的于飞科长很快赶到司马农家 查看完周围的环境后 问司马农 他带走什么东西了吗 司马农在屋里翻寻一阵 见东西没少 一摸自己胸前 才发现纯金项链没有了 惶恐的说 惊讶 送我的一条纯金项链没了 于飞 您望着司马农焦急的脸 你把关于项链的具体情况讲讲 于飞听后 喃喃的说 莫非这项链上的项坠会藏有什么 科技城公安局把司马农家中发生的事情定为重大案件 成立了以于飞为组长的侦破小组后 向省厅和公安部汇报了情况 公安部当即发出通告 在全国通缉梅敬亚 并则令科技城公安局迅速侦破 不能让嫌疑人逃离国境 于飞率领侦破组奔波了十几天 却未发现梅敬亚的一点踪迹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却说东南沿海的三江市有家有益宾馆 有益宾馆的女服务员王辉 当晚正在三楼值班 胡听301房间传来一声尖利的叫声后 其又恢复了平静 这时是凌晨一点钟 王辉急忙换来保安人员 一同打开301的房门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不忍目睹的惨状 一301的女房客胸前插着一把牛耳尖刀 倒在血泊中 王辉大惊 立即给三江市公安局报了 一会儿 刑侦队的王亭和李波便赶到现场 两人一看受害者的面容 大惊失色 王平说 这不是全国通缉的那个梅敬亚吗 查队证件 身份证上写着 梅敬亚 女 1952年生 住址 科技城10号公寓 王平和李波感到问题严重 令人将梅敬亚送三江市医院抢士 又向局领导做了汇报 不多时 一份传真便送到科技城公安局 科技城公安局的领导 急令在边城侦查的于飞赶到三江 也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司马农 司马农一听梅敬亚被刺杀 心急火燎的等到天亮 便搭乘762次航班飞到三江市 机场距三江市医院10公里 司马农急匆匆赶到医院 值班护士告诉他 梅敬亚在402房间 护士小姐见司马农失魂落魄的样子 得知她是患者的丈夫 安慰她说 不要急 医生说她存活的希望很大 只要在两个小时内没有什么意外 就会脱离危险 护士说完 出去了 司马农听护士这样说 才镇定下来 但一看见梅敬亚脖梗上 还挂着那条项链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她伸出手去 一把将项链揪下 捧在手中 左看右看 怎么也觉得激心向坠 没有什么异常 于飞见司马农先塌而道 问过情况后 就对司马农说 司马总 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生人来过病房 除了医生和护士 没有陌生人来过 司马农迫不及待地 又把项链拿出来 于科长 这是那条项链 于飞接过项链后 吩咐一旁的区号诉讼 三江市公安局 技术科鉴定 区号去了 不多一回就回来 对于飞会报经鉴定 项链系纯金 为附加异样物品 于飞脸上扫过一丝冷峻的神情 司马农则有一种解脱质感 我说只是一条项链吗 我对自己的妻子还是有所了解的 于飞苦笑了一下 问题不那么简单 抛开项链不谈 十几天前 梅敬亚还在科技城 现在怎么会在三江市被人行刺 司马农无言以对 于飞让他好好看护梅敬亚 自己和区号还有另外三个同来的侦察员去三江市刑警队 向王平和李波了解情况 王平和李波还在作案现场进行取证工作 见于飞来了 就把那把牛耳尖刀递给他 于科长 这是凶手使用的凶器 于飞把牛耳尖刀拿在手中仔细琢磨 见这刀打至精细 就问一旁的王平 三江市面上有没有谁卖这种刀 为等王平答话 却听服务员喊于飞接电话 于飞一拿起话筒 就听见司马农急切的声音 于科长吗 梅敬亚不见了 于飞听说梅敬亚失踪 匆匆赶到402病房 见司马农向霜打了的茄子 瞄瞄塌塌地坐在床头上长驱短叹 于飞问梅敬亚什么时候失踪的 司马农哭丧着脸说 他中午去街上吃了顿饭 回到病房梅敬亚就不见了 值班护士说 中午只有他一人值班 会离开值班是一步 不知梅敬亚失踪的情况 于飞感到案情越来越复杂 梅敬亚在昏迷中 是不可能自己行走的 一定是有人劫走了他 那么 为什么要接走梅敬亚呢 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他们先刺杀梅敬亚 以后又接走梅敬亚 对了 于飞自言自语 有人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 引到梅敬亚身上 在我们花费时间 经历围着梅敬亚转圈子时 真正的大鱼有可能趁机溜走 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于飞决定分头出击 让区浩和其他几个侦察员分头去查访 梅敬亚的下落 自己则留在三江市与王平和李波 从牛尔尖刀这条线所查起 司马农见于飞他们分头行事了 自己留在三江市也没有什么用处 就回科技城去了 于飞三人向三江市公安局要了一辆车 跑了周围的十二的县 也没查出牛尔尖刀的生产厂家 无可奈何 只好又回到三江市 常言道踏破铁鞋无密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回到三江市的那天上午 于飞他们在市府下 遇见一位巴巡老翁 老翁接过牛尔尖刀看过一眼后 便蛮有把握的说 这刀是牛尖尖刀 只有哥大象的牛巴会做 你们去找他吧 于飞他们很快在哥大象找见牛巴老人 但老人说 他的刀铺关门十几年了 这把刀还是十几年前的货 听人说阳山旅游区偶尔有人卖这种刀 你们去那里碰碰运气吧 阳山旅游区在三江市的南郊 于飞三人很快赶到那里 但跑遍了所有卖刀具的摊铺 都没有发现有卖牛尔尖刀的 于飞准备撤离 缺见一个小老头很神秘地走过来对他而语道 我猜出你们是公安 间隙的汪大龙曾卖过这种刀 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 于飞谢过老头找见汪大龙 汪大龙起先不承认自己卖过牛尔尖刀 但听说这刀闯了祸 不得不说实话 他说十天前 有个一只耳朵的青年 花一百元腰买一把好刀 自己见出价高 就把十多年前自己买的牛尔尖刀卖给他一把 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于飞脸上出现喜色 他让王平和李波去公安局查找一只耳的下落 自己则找了个电话亭 把案情的进展情况向柯继承的领导做了汇报 第二天傍晚 李波来了电话 说一只耳查找到了 他叫侯三 是胡家庙村的一个无业人员 坐过两次牢 半年前才放出来 于飞听说一只耳有了下落 立即和王平 李波赶到胡家庙村 胡家庙村 是三江市郊区的一个小村落 于飞三人赶到失意是满天烦心 他们悄无声息地摸到侯三家门口 没去敲门 越墙而入 屋里还亮着灯 侯三和一个女人正在看电视 侯三 侯三猛一争 于飞以破门而入 拧住她的胳膊 侯三软塌塌地倒在沙发上 于飞大惊 试图把她拎弃 但侯三已经死了 于飞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急忙问一旁的女人 侯三怎么会死掉 女人早下地多诉着说不出话 于飞焦急地问 快说 谁杀了她 于飞见女人魂不守舍 缓和了一下气氛 不用怕 只要你说实话 我们不抓你 女人这才断断续续地问 我叫李燕尼和后三好上才一个月 于飞盯着她的眼睛说 你见过这把刀吗 李燕尼愣了一阵 扬起脸看着于飞 我说实话 这刀是侯三的 她拿这刀杀过人 几天前 一个戴墨镜的大的男人找到侯三 给了她五万元 让她去杀有一宾馆301房里的女客 侯三就答应了 侯三上街买了一把刀 把那女人杀了 她回来给我说这事 我很害怕 傍晚 大的男人又来了 说侯三干得好 她请我俩去吃饭 李燕尼说着说着脸色突然辣黄 声音也越来越小 于飞一见 急忙问道 大个男人叫啥名字 你们去没去吃饭 李燕尼还没回答于飞帝问话 头一歪也死了 于飞狠狠地在墙上砸了一拳 怨恨自己晚来一步 一条重要的线索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了 尽管于飞一时还搞不清 李燕尼和侯三的死因 但李燕尼提供的大个男人 是不是我们要寻找的那条大鱼呢 于飞思索着 他的传呼机突然响了 传呼机上打出两行汉字 梅敬亚在龙山市医院出现 请你火速赶到 传话人是屈号 于飞心中大喜 梅敬亚在龙山突然出现 证明于飞帝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这说明那条大鱼 果然把梅敬亚作为一条小鱼 推到潜水中 吸引他们的精力 而使自己趁机脱逃 那么大鱼为什么要把梅敬亚弄到龙山去呢 难道他在打三江市的主意 大鱼莫非就是李燕尼说的那个大个男人 这家伙使用了一套连环剂 先是借刀杀人 以后调虎离山 再是声东击西 最终走为上级 看来他念念不忘的 还是这个三江市一三江市 有繁忙的机场和码头 从这里很容易蒙混过关 但狐狸再狡猾也骗不过好猎手 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稳坐钓鱼船 单等于而来 方案敲定后 于飞让王平和李波 处理侯三和李燕尼的事 自己赶到电话亭给区浩回电话 于飞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区浩 让他严密把梅敬亚控制起来 并要求区浩积极与院方联系 把梅敬亚从昏迷中抢救过来 还要区浩把梅敬亚在龙山的消息告诉司马农 一切安排妥当 于飞独自一人去了机场 三江市公安局 已在机场和码头的要道口布置了便衣 通缉梅敬亚的通组令也张贴墙上 于飞看着通缉令 响养心事 喇叭里响起播音员的声音 各位旅客请注意 飞往东京的693次航班开始检票 喇叭一响 旅客便拥向进口 一个装扮靓丽戴墨镜的女人 走到进口来打住步 却又转身匆匆向回走去 那女人从于飞跟前走过时 于飞感觉她像没敬亚 于飞狐一地跟上去 那女人却匆匆钻进一辆夏丽出租车时去 于飞急忙拦了一辆拉达车脊椎 夏丽车似乎发现有车追逐 奔驰如飞 使人了金元像的一道鸿门 于飞来不及多问 下车后把腿向鸿门冲去 推开鸿门 却见一条幽深的小径 原来这是植物园 于飞顺小径奔跑一阵 望见一片灌木丛 灌木丛后小径分成三条岔道 于飞打量着该从哪条道上追 正在这时 呼听耳探风响 乖等她反应过来 后脑勺上就挨了一棍 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于飞在医院清醒后 已是第二天的早晨 她越想越感到窝囊 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她胸中扬起难意的怒火 没听医生劝阻 带伤来到灌木丛 她在一簇长青树上 发现了一颗钮扣 钮扣是棕色的 上面有一个蝴蝶图案 从蝴蝶钮扣挂 在长青树上的情景分析 灌木丛里曾藏过人 而这个人在猛然起身时 钮扣被挂掉 这个人是袭击自己的凶手吗 这个人与那个神秘的女人 有没有联系呢 就在这时 王萍跑过来告诉于飞 于科长 盘蛇洞发现女尸 盘蛇洞在三江市北边的深幽谷里 于飞和王萍赶到时 李波与护林老人已在洞口等候 护林老人说 她早上在林子里巡视 突然下起了雨 就去盘蛇洞躲避 却见洞里趴着一个女人 护林老人喊了几声 女人不回答 走过去一看 她已经死了 于飞朝洞里走去 到了女尸跟前 把尸体翻正 这不是梅静亚吗 她怎么会死在这里 王萍和李波惊恶不已 于科长 梅静亚不是在龙山吗 于飞也感到奇怪 接过王萍手中的一栋电话 呼到龙山的区号 区号告诉于飞 梅静亚已经脱离威胁 司马农也从科技城赶来 正陪着她呢 于区号通过电话 于飞说 案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有两个梅静亚在同我们周旋 一个是真 一个是假 有一宾馆受害的那一个 肯定是真的 而眼前的这一个 才是截走金项链 逃离司马农的那个女人 现在可以肯定 两个梅静亚同时 被一个凶手控制 这个凶手很可能 就是那个大的男人 有一宾馆的凶沙 梅静亚被劫持龙山 灌木丛的袭击 盘舌洞的女尸都是大的男人 一手策划 她的最终目的是胶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胶卷丝落入她的手中 于飞弯下腰 查看女尸的遗物 从她的上衣口袋内 找到了金项链 但急心向坠的边缘 有明显的踢弯痕迹 于飞把项链捧在手中 仔细观察 却听王平在喊 于科长 女尸手中有东西 于飞和王平掰开女尸的手 一粒棕色扭扣掉在地上 又是一粒扭扣 于飞说着捡起来细看 扭扣上也有一个蝴蝶图案 这粒扭扣 与我在棺木丛捡到的那里一样 这说明凶手是一个人 女尸在死前曾与凶手搏斗过 揪下她的一粒扭扣 现在我们只要从扭扣这条线索去追 必定会抓到真凶 从盘蛇洞回到三江市 于飞请王平 李波在迎宾楼吃饭 刚要下几盘菜 一个白胡子老头便走进来 老头身材魁梧 足有一点八五米高 他披着一件泥子大衣 奇怪的是 大衣上缺少两粒扭扣 于飞眼镜一亮 对身旁的王平 李波说 我们寻找的真凶撞上门来 立即抓捕 白胡子老头要了一盘米饭 正吃得津津有味 却感觉有人向他走来 或者一下站立起来要逃走 于飞三人向猛虎扑石 将他扑倒在地 白胡子老头被压在地上盼命挣扎 不料胡须磨掉一块 于飞一见 就把留下的那一大块一扯 雪白的胡须全掉了 原来胡须是假的 而他却是一个左眉有块黑质 满脸凶相的中年人 于飞笑道 哈哈 没想到吧 黑质人绝望地趴在地上 歇斯底里地狂叫 你们为什么抓我 我有外国护照 于飞让王平 李波 将黑质人从地板上拎起 我们抓的就是你这个外国人 黑质人高声喝道 凭什么 于飞把两粒蝴蝶扭扣 在黑质人眼前一晃 就凭这个 黑质人见于飞捧着他的两粒扭扣 脸上掠过一丝惊恐的神色 于飞断喝一声 快把胶卷交出来 黑质人一听于飞让他交出胶卷 直勾勾地盯了于飞一阵 突然把头弯 咬住自己的左衣领 于飞一惊 跳过去搬住黑质人的头颅 但已晚了 黑质人吞下毒药自杀身亡 于飞懊恼地 在黑质人身上搜查几遍 也没发现他所断定的微型照相机和胶卷 是于飞推断错了吗 这真是个谜啊 于飞见胶卷未找到 黑质人也死了 心情烦躁地让王平和李波把黑质人的尸体送往三江市殡仪馆 自己则重新来到盘舌洞 想在洞里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他一直在盘舌洞搜查到太阳偏西 也无丝毫收获 于飞在洞中躲着布 王平却几乎他速去殡仪馆 于飞驱车赶到殡仪馆 王平神色紧张地迎上他说 于科长 黑质人的尸体不见了 啊 于飞顾不得多问 赶到停尸房 四处搜查也无踪影 快 我们去机场 于飞喊着 驾车向机场驶去 于飞三人来到机场 急忙向后机厅冲去 却见区号 司马农 梅静亚和一个怪异女人 向他们走来 司马农一见于飞 老远就喊 于科长 感谢你神机妙算 保护了静亚 静亚也要回报你一次 他抓住了夏盖丽 于飞不明白怎么回事 愣着未雨 却见司马农扯下怪异女人的头发 和面纱衣 黑质人 于飞惊叫一声问道 这家伙不是死了吗 怎么 梅静亚说 于科长 他叫夏盖丽 能吞下一种咒死要装死 但几小时候就会苏醒 哦 原来是这样 于飞惊叹着走到夏盖丽跟前 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 把胶卷胶出来吧 哈哈 夏盖丽突然狂笑起来 我很佩服你的判断能力 只可惜胶卷你是得不到了 梅静亚站在夏盖丽面前 怒气冲冲地说 别高兴得太早 你这个强盗恶魔 于科长 请检查他的牙齿 于飞急令王平 李波 区号按住夏盖丽 自己掰开夏盖丽的嘴 果然从两排牙齿中 踢出一颗假牙 凿成空洞的假牙里 完整无缺地存放着 微型相机和拍摄的胶片 于飞激动地握住梅静亚的手 太感谢你了 梅静亚同志 夏盖丽无可抵赖 只好交代了他的作案过程 原来夏盖丽是个外籍华人 因在中国国内犯过案 潜逃国外后 被币国艾奥公司的老板雇佣为保镖 艾奥公司是世界上实力雄厚的财团 老板野心勃勃 企图以自己雄厚的财力 控制整个世界市场 为了艾奥公司的经济利益 他便想把艾奥的生产技术盗窃过来 以自己公司的名义打出去 这样不仅会使他的公司再创辉煌 而且企图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势头 于是 他派出情报人员多方探查 制定了周密的盗窃方案 当获熙高新技术的发明者 司马农的妻子梅静亚 正在闭国学习时 当即委派自己的保镖 夏盖丽全面负责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从梅静亚身上打开缺口 尽快把F2搞到手 夏盖丽接到老板的指令 不敢怠慢 以同乡的身份接近梅静亚 但梅静亚绝不会做出 有损国家利益的事 夏盖丽变想出了一甲乱针之计 她收买了一个叫倩倩的女人 整容后与梅静亚的模样不差分毫 且偷拍了梅静亚的生活录影 让倩倩仿照 经过训练 倩倩几乎变成梅静亚了 这时 梅静亚在国外学习欺满 就给司马依发去电报 说她敢在春节前回国 具体哪一日到位确定 夏盖丽偷看了梅静亚的发电稿后 觉得有机可乘 紧接着就给司马农发了第二封电报 并表明到达时间是拉月二十 然后吉令琴倩 在拉月二十这一天飞到科技城 倩倩临行前 夏盖丽请工匠特制了两条项链 一条送给梅静亚 一条由倩倩佩戴 在倩倩佩戴的那枚机心像坠里 夏盖丽安装了微型照相机 而送给梅静亚的那一条 梅静亚起初根本不接受 夏盖丽花言巧语迷惑了她 梅静亚见盛情难却 只好收下 但一定要给夏盖丽付钱 夏盖丽也就收了 倩倩来到司马农身边 假装把项链送给她 当微型相机拍照了墓地资料后 倩倩趁司马农熟睡之机 盗走项链连夜脱逃 飞到三江市与夏盖丽会合 这时夏盖丽一直跟踪梅静亚 因为从国外飞来的航班 要在三江市转航 梅静亚到三江后赞住友谊宾馆 夏盖丽见倩倩已获成功 就抛开梅静亚 准备带倩倩脱逃 但机场码头四处贴有通缉 梅静亚的公告 公安人员已把交通要到严密封锁 脱逃受阻 夏盖丽就想把公安人员的注意力 引到梅静亚身上 他雇佣了侯三刺杀梅静亚 但却不让杀死 侯三刺杀梅静亚后 夏盖丽又以请吃饭为名 在饮料里放下 喝了24小时后的致死药 要了侯三李燕尼的命 又买通了几个人 从三江医院把梅静亚劫持到龙山市 以达到调虎离山之墓地 谁知 料是如神的于非将计就计 使侠盖丽同倩倩第二次进机场 漏了马脚 被于非追踪 侠盖丽便埋伏在灌木丛中 想置于非于死地 没想到惊动路人 侠盖丽逃跑后 越想越觉得倩倩是个累赘 就把她骗至盘蛇洞扼杀 扼杀倩倩后的侠盖丽 从机心巷坠里 踢走微型相机和日胶卷 为掩盖真相 她又把项链装进倩倩的上衣口袋 但她没有注意 倩倩在与她搏斗时 揪掉了她的一粒钮扣 扫出了一切障碍后 夏盖丽觉得天衣无缝 就化妆成一个白胡子老头 这一次 她总认为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 但丢掉的两粒钮扣 却送她入了鬼门关 她吞下药丸骤然死去 也确实蒙骗了于非 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她从殡仪馆逃出 化妆成女人 混进后机厅后 却为从龙山赶来的梅敬亚识破 梅敬亚并未痊愈 但她未给于非提供破案线索 带伤赶到三江 丧心病狂的夏盖丽 满以为自己会轻而易举的 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 已实现升官发财的美梦 但在机智勇敢的 中国公安人员面前 她只是一条啃咬树叶的毛毛虫 固落金汤的中国边防线 就是一只可疑的苍蝇 也休想飞出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